哈囉大家好,歡迎來到吃飽,我是Dana 我是Yuna 我是Nani 今天我們要來做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前面就是已經準備好的食材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做 對,真的就是懶人無腦料理 因為以為我們兩個人 廚藝白癡這種 稱號走天下的呢 不可能讓我們做出太困難的料理 對 但相信很多人跟我們一樣 或者是家裡就是沒有那麼多廚具 對,這些食材基本上都不用用到補免 唯一就是 你只要會煎蛋就可以了 這可能是煎蛋還不是我們煎蛋 她無腦到什麼程度呢 剛剛Yuna還說 這個番茄的那個地要 我想說 番茄的地有在吃的嗎 只要分別哪個是能吃哪個是不能吃 對 如果大家跟我們一樣是廚藝白癡 或者是想要很快速的料理 先找午餐的話 就趕快讓我們一起 開吃吧 第一號選手就是我這個最無腦最白癡的 廚藝白癡Yuna 因為我當代表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這到底有多簡單 那第一個我要準備的料理是 韓式泡菜清涼解暑豆腐麵 唉唷 這個title好像很厲害 我要準備的食材非常簡單就是 紅蘿蔔 小黃瓜 泡菜 雞胸肉 火腿 大 跟 維塔豆腐麵 為什麼會選它 因為呢 它就是打開 立竿 放進去就好 不用煮 不用煮 而且還很低卡 而且這是不是也不用冰冰箱 對 除非你要什麼涼涼的感覺 你就可以加一些冰塊這樣子 對我們剛剛是有冰冰箱 第一個步驟就是打開這個豆腐麵 然後把它瀝乾 唉唷 是連打開都不會打開的部分嗎 小心到 好 你瀝乾是不是要用筷子啊 就是 這樣嗎 你看這個 就不知道平常 你到底有沒有在做事 好方便喔 好 那我要開始煮囉 煮 我要開始放食製作 好 那因為為了配色好看 所以要加一點紅蘿蔔 哇 加一點我不喜歡的小黃瓜 這個就是很夏天的那種兩面式做法 然後呢 因為我喜歡吃雞胸肉 我就多加兩片 加一點火腿 然後再加一個蛋 泡菜 欸泡菜 對對對 泡菜 它有點是泡菜 清涼豆腐麵 對最重要的泡菜 天哪 好方便喔 好適合我喔 然後再加一個我弟 這還不是我煮的蛋 好 完成 沒有啊你要加醬 喔加加加 這個 再淋上醬 哇 你是要遍布一下你 喔 好 那也是我看 那它就不好看啊這樣 完成 欸大概就是真的三分鐘 泡一碗泡麵好快 真的 然後呢整個麥香也真的很好吃的感覺 好想吃喔 先開吃 好 欸那你講解一下這個蛋怎麼煎呢 把平底鍋燒熱之後 加一點油 然後把蛋打在平底鍋上 然後就靜置它 等到它蛋白凝固 蛋黃油半凝固的感覺就可以上來了 喔 好 很好吃耶 好好喔 哈哈 這真的比泡麵還要簡單 嗯 超好吃 超好吃 它麵的口感有點類似麵線 因為它是細一點點的麵 吃起來還是有自己的口感在 不會覺得軟綿綿的 非常好吃 而且因為我們剛剛有把它冰到冰箱裡面 所以它是非常的清涼的 因為我們剛剛加了那個泡菜 還有它的那個辣醬 所以整個吃起來是非常開胃的 嗯 而且它的那個麵是會吸附那個湯汁的 嗯 所以你一吃下去 你是整個很濕潤在你口中 嗯 加上它那個麵體本身也是很濕潤的 如果你更懶的話 你根本也不用煎蛋 你就把雞胸肉切一切 然後把你要的青菜切一切 比如說生菜啊或者是小桃桃切一切 就直接吃了 那我第一道做的韓式泡菜清涼結束麵 非常成功 然後補充一下這個辣味 就是它的辣味只有微辣而已 淡淡的辣 好 那我是第二位推薦者 對 那我要做這道料理叫做 泰式沙瓦底卡清涼麵 泰式沙瓦底卡清涼麵 第一步驟就是一樣 把這個麵立乾 但是非常的快速就可以做完 欸人家手法就跟不一樣 他怎麼立乾十秒 立完之後就 把它加進來我們這個 烘完立 哇 欸要計時嗎 不用齁 不用 現在40秒 我要挑戰一分半內 那我們現在就是 要加點配色的料理 紅蘿蔔絲 小黃瓜絲 然後我要 不一樣的是我有一些美生菜 可以吃起來更健康 1分10秒了喔 算了我不挑戰了 我要把它做好 然後來一點番茄 有點甜 酸甜酸甜的感覺 泰式 泰式 火腿 來個主食 雞胸肉 好 好 這個醬就是它的精髓 主廚 怎麼頂成這樣 我不知道它醬是 這種狗狀的 我以為跟剛剛那個是一樣的 沒關係 瑕不言語 最重要的就是 這顆蛋擺上來 就可以把它蓋住了 把一切都掩蓋住 對 好完成 完成 兩分鐘 兩分鐘 我關文到我肚子就已經在叫了 你是不是想帶幾包回去吃 我想要直接定食包 它這個醬太棒了 它這個醬有點 鹹甜的感覺 這樣有酸酸嗎 酸沒有耶 但是它那個鹹很到味 就不會讓你覺得很死鹹 搭配這個麵體 剛剛好 直接吃起來 太好吃了吧 開客 這就是這個麵 吃再多都會有蜜的感覺 這個泰式的才110大卡而已 對 你去外面走個幾百步路就解決了 還要幾百步嗎 就你大概下去樓下買個水 就上來就消耗掉了 對 好棒喔 而且我們這次搭配的東西 也都屬於那種非常非常清爽 然後低卡的 比如說青菜啊 番茄啊 雞胸肉 對 你吃得飽 又吃得好 成功 第二道 耶 再來是因為它這個豆腐沒有三種口味 我們來試吃一下第三種 那反正過程就是也是這麼簡單 沒錯 叫做風味醋溜醬 然後過程我們就先略過直接開吃 欸 各位 直接下單實包 我也要吃 好喜歡這個醋溜醬喔 嗯 嗯 嗯 這個更清爽 嗯 黑小雀躍走每一步路的感覺 酸甜酸甜的味道 很讚 它這個醬我覺得是跟這個豆腐的麵體最搭的一款 對 因為它這就吃起來就很像涼拌豆腐的那種感覺 有 對 大家 我真的是要給豆腐麵一個掌聲 買爆 買爆 很快耶 可是我兩個這種廚藝白痴耶 你也不用擔心你的麵會煮爛 真的 真的 好 那接下來呢要換我來教大家做我自己最愛的奧式輕食早午餐 有在教我IG就知道說我現在就熱愛做早午餐 而且每餐都差不多 欸 哈哈哈哈 每一餐都有一點精髓在 這間要做的就是 第一層呢就是先排上生菜 然後有那個梗的地方就是可以把它稍微的剝開 或是用刀子把它切開來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放番茄的部分 接下來的話呢可以放蛋 然後最後呢就再上薰雞 好豐盛的感覺 完成 啊對了 不好意思 最後就是要加這個醬 這個醬很重要大家 這叫蜂蜜鍵墨醬 靈魂沒放到 靈魂的靈魂一定要 嗯 我是百吃不膩耶 我第一次吃這個酸種麵包耶 對不對 上次沒有跟到 對 它的皮好酥喔 很脆 嗯 這酸種麵包已經要炒得脆脆了 大家不問一下這個蒜的嗎 真的 大家 我自從會做了這個麵包之後 我就是看不起外面的早餐店了 哈哈哈哈 因為你這個在外面可能要賣到三百耶 兩三百絕對跑不掉 嗯 因為它這個麵包就是很稀油 哇 很好吃 因為它裡面軟軟的外面脆脆的 然後再加上那個 一絕的那個蜂蜜芥末醬 喔真的那個醬怎麼那麼搭啊 對啊 欸你在哪買的 哈哈哈哈 我在貼臉錢給大家 哈哈哈哈 一早吃到這個完全不會想賴床耶 真的 真的 那我們這第三道應該有成功吧 哇 非常成功 成功 以上我們介紹的這些非常清爽的早午餐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學起來 其實你應該就是看著就會了 而且根本不用三分鐘 然後連結我們會放一些資訊欄的地方 然後大家直接點進去 然後就進去買到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記得訂閱吃法讓我們一起 幸福的吃法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也可以留言跟我們講說 你最近有吃什麼很健康的料理啊 或者是你有推薦一些很厲害的輕食 也可以跟我們講喔 或者是可以告訴我們 夏天你們都吃什麼 留言留言